降到二級之後 中部熱門的登山聖地西童園區 二十七號也可以對外開放 現場扣票開放遊覽車可以進入園區 但要做好防疫 控管總人數上限是三千五百人 遊覽車最多也只能載二十人 但是呢這個管控的措施 似乎還是不太標準相同 因此也呈現了兩樣型 像在宜蘭的湯圍溝公園 以及清水地熱都沒有被列入 這一波解封名單 工作人員拿起水刀賣力朝 地面上的青苔噴射 將他們清除殆盡 因為二十七號準備迎接 好久不見的遊客 用水刀把它青苔洗掉 路面比較不會滑倒 全國警戒即將降為二級 中部的熱門休憩景點吸頭 也展開第三階段的解封 不僅開放現場購票 也允許僅在二十人的遊覽車進入 至於入園人數也有限制 二十七號之後呢 我們會管控在三千五百人以下 那如果超過 我們就才一出一進的方式來管控 截至二十五號為止 園內訂房率也來到四成 至於能不能在園區內用餐 園房也有對策 這個野餐用餐 建立遊客盡量找人少的地方 來享用你的美食 各地旅遊景點解封拼觀光 放大某些景點卻是截然不同的心情 宜蘭的湯圍溝公園以及清水地熱 卻都沒有被列入這波解封範圍 也讓附近店家好失望 放大一半的話人就不來了 所以說你現在大概差不多遊客 來這裡購買的人 大概差不多剩下幾層 一層兩層 有沒有想要說解套的方法 繼續纏 同位熱門觀光景點 卻有著不同的解封命運 區分標準到底在哪 雖然無解又無奈 不過附近店家大多表示 會繼續苦撐下去 記者南投一蘭綜合報導